这一晃啊,新年就过去了,这次在我俄罗斯老丈母娘家过年,算是这么多年我在俄罗斯过得最隆重,最温馨的一个中国年了 这写了福字,贴了对联,还包了脚子,那可以说是用中国风把这个农家小院装扮的,到处都是年份 等这一切都结束啊,我就和小达拉商量着回去了,这一直在我老丈母娘家,也实在给这老两口添了不少麻烦 这临走了啊,我老丈母娘又给我拿出来,她给我吃的围巾,也辛苦了我这老丈母娘了,本身这两天身体就不舒服,嗓子也发炎,说话也有点费劲了 哦,是安肥缠。嗓子疼呢,老 booked呃哩。疼。 变得咀嚼了。 但是我们需要倒用不要咀嚼。 没事的,我们可以治疗。 谢谢,你们可来打这好。 我们得到父亲来打,当然。 好,好。 然后,祝福,祝福,苏元冰。 非常好。 好,妈妈。 icht说,我们果不是关系,我们若他们都没有冠。 这围巾也送完了 又去准备了一大袋土豆子 这次主要是给小达莎她姐带的 姐姐家人口多 那土豆的消耗量也是超级大 就我上次带的那袋子 土豆基本上我俩都没咋动 但是姐姐家已经见底了 你就说这地窖啊 也是真能装啊 我这来来回回的都带走多少袋子了 这一看还剩那么多 我就看这架势 迟到明年秋收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一年从何年纪? 11年 11年? 这我的爸爸 你不想给你吗? 没有? 不要? 那这有你的 那你不想要走吗? 那这这有个插帽子 那是我的插帽子 你不想要走吗? 那是他的插帽子 那是你去过帽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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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兄弟们 这次来我老丈母娘家的新年之旅也算结束了 国内的朋友应该还在过春节假期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